所以你要晓得我们是有灵的活人 这是独有人有的 受造之物 猫狗熊 动物 它们通通就是所谓的魂 这个灵魂 有些人就叫灵魂 因为这里就牵扯到 所谓的二元论 三元论 这是在神学上 大家有一些不同的讲法 从希腊文化 从亚里士多哲 从苏格拉底那边 就一路上下来 大家柏拉图 什么亚里士多德 希腊神学 然后到当初耶稣时代初级教会 很多的哲学思想 就在这里分析人到底是怎么样 是二元呢 是三元呢 有很多的学者 有很多的基督徒里面 也是认为说是二元论 像改革中 他们基本上很多就是认为是二元论 觉得没有必要把它分成三元 但是对很多 像我们这样子的背景 至少对我来说 对我们认识很多属灵的伟人 他们里面的认为是有灵魂体 我花了一些时间去读 这些二元论 三元论之间不同的讲法 那个不在我们今天的讲论里面 那么反对三元论的呢 也没有很清楚地能够讲出来 三元论真正绰绰在哪里 像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我们底下读到的这个 特上诺利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 他说愿赐平安的神 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 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生子 他不是说愿你们的灵魂与生子 那你这样就会吵说 那可能是二元论或三元论 他说灵与魂与生子得门保守 那这年龄明明就把它分成三个了 那么希伯来书三章十二节 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甚至魂与灵 把这两个特别分开来 古节与古髓都能分开来 所以圣经上有 那么你就发现二元论碰到这样子的经文 他就说我们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讲 就是说他分三个 所以还是等于没有答案 对不对 所以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反对三元论 他们有的时候认为说三元论的话呢 就会让人觉得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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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会犯罪 灵好像就 不会犯错一样 灵比当高档次一样 那其实这是对三元论的误解 所以我想那个题目太大了 我就不在这里讲 那我个人 像你说莫安德烈 你说这些 这个 很多属灵的前辈 他们基本上 我看到很多的著作 斯拜科弟兄 利托森弟兄 他们也都是分灵魂体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万一说大家真是有不同的领受 决定不要彼此攻击 决定不要彼此攻击 因为圣经各种讲法都有 那么神学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可以了解的 但是关键是在于说 我们必须要知道 在救恩上我们怎么样应用 不管你是二元论 你是三元论 你都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 从亚当堕落以后 人的灵或者人的灵魂 是堕落的 是败坏的 是有罪性在里面的 我们需要救赎 需要洁 需要借着十字架在这里 让我们制使我们的灵魂肉体 然后让圣灵来更新我们 所以三元论 我们基本上的理论 基本上的关键是在于说 神对亚当说 园中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唯独园子当中的 生命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 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 亚当吃了没有 吃了 死了没有 没有 他活到九百多岁 所以这个死不是指着身体的死 而是指着他那个灵 他跟神之间的交通死了 他的魂没死啊 他还是一样结婚一样 生孩子一样 对不对 那么什么东西死了呢 你能够说神的话错了吗 神错了反而吗 那神如果是自己讲的 不执行 那么还有什么话 我需要去遵行的呢 所以死是讲到灵就死了 这个跟神之间交通的 这一个器官 或者这一个功能 这个本能 他就进入死亡 他就挨抖了 他就无用了 就好像被封闭了一样 所以人就凭着魂 开始在地上过生活 凭着自己的心思做判断 凭着自己的情感做决定 凭着自己的意志 心思情感意识 人就活在 所以圣经上说 人就属乎肉体 所以我们讲什么叫做肉体 就是所有救灶 生命里面所有的表现 叫做肉体 那么三元年就特别讲到 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 主把心心给我们 主也把心灵给我们 让我们的灵活过来了 被洁净了 这个时候 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我们这个人 就要让圣灵来充满 来洁净 来管理我这个人 所以我借着我的灵 让我的魂来归向神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我这个人跟神配合 我愿意心思被神来炼净 不是这个心思 能够被神来更新 我的情感能够被神来炼净 我的意志愿意被神来折服 让这个救恩能够从灵出来 进到魂 而至终进到身体 叫做灵魂体 完全的救恩 那么身体的救恩 今天还没有临到 所以圣经上 对不起 我现在已经讲到 我未来几课要讲到的 全辈的救恩 就是我们身体的得救 身体的得属 是在我们见主 主回来的时候 主要把一个像他一样的身体 赐给我们 是永远不在朽坏的 所以我们今天 先是灵力得救 然后我们终其一生 让基督借着他的话 借着圣灵 借着石架 在我们身上 拯救我这个魂 让我救造的魂 被denied 被治死 而让基督在我里面替我活 让基督的圣灵 充满在我的心思情感意志里面 让我思想主想的 让我爱慕 要主所要的 让我降服 在神的旨意里面 这是灵魂体的救恩 所以我们这一生 都在经历魂的得救 因为灵已经得救了 在我信主的那一天 好不好 那这是我们大概讲一下 让大家知道 人是独有灵 但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独独有人 能够有这个 跟神之间特殊的关系 我们下的灵魂体育